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映出的角色他是谁呀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俗话说得好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只要速度够快 就没有什么敌人 是无法打败的 如果没打过 那么就说明速度还不够快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奥特曼中速度最快的几位 第一位高斯奥特曼 高斯奥特曼是一位内心温柔的拦阻奥特曼 月神模式是他最喜欢的对敌模式 在宇宙各处受到威胁的时候 高斯常常会飞快的赶到现场 和邪恶的宇宙怪兽进行战斗 高斯的脚底可以产生反重力 用来强化自己的移动速度 在使用闪光飞行时 高斯可以最大化的强化自己的移动速度 高斯奥特曼通常是用闪光飞行来赶场的 时速因为太快而无法计算 但一宇宙内如果咱们单论速度来说的话 高斯的闪光飞行无迅速于瞬间移动了 第二个戴拿奥特曼平成三节之一的戴拿 在剧情和设定中融合了前作迪加奥特曼 所以戴拿在各项数据上已经超越了迪加 但论实力而言 保守估计戴拿在奥特曼中可以拍到中上吧 而在速度上更是可以拍到前进名 在正常状态下的速度已经令敌人望尘莫及了 而如果戴拿暴肿进入极限状态后 更是可以达到光速 怪不得他可以跨时空旅行 原来爱因斯坦的空间理论 戴拿奥特曼已经在剧中论证了 第三个迈克斯 迈克斯的英文是MAX 中文名就很简单粗暴就这么出来了嘛 在官方设计中迈克斯就是最快的奥特曼 至于最强那就不要想了 不说神秘丝傲了 迈克斯面对新生代的那些奥特曼都够他头痛的 但是论速度来说 傲视光之国众多奥特曼问题还是不大的 像现在的这些风马奥特曼等等其他奥特曼速度 虽然很快吧 但还是不太够看呀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